先武同修 第四十八集 剑气纵横 张和大吼一声 将先前用来化解掉雷神魄的剑招再次使用出来 此招可攻可守 可是他的得意无忌 无数剑气瞬间护在张和的周身 随风乱舞 密不透风 将所有的攻击都抵挡在外 小陈没有圣剑武魂 自然不能在武师境界就发出剑气 所以 他用斗圣之源便自觉 模拟出这千秋乱舞 但也发不出剑气 只能射出由元气化作的刀芒 但即便这样 在斗圣之源天下无双的攻伐之气之下 任何防御的武器都会露出破绽 而且他有青龙武魂傍身 这刀芒的威力并不比张和的剑气弱上多少 张和的剑气纵横 在抵挡住一千道刀芒之后 终于被完全击溃 剩下的二百多道刀芒肆无忌惮地击打在张和的身上 张和痛呼一声之后不断深掩 身上完好的衣衫在刀芒的肆虐之下化作一道道碎部 皮肉之中留下了几百道骇人的鲜红伤口 砰的一声 千秋乱舞施展完毕 快要落地的萧尘 凌空一脚将张和踢得跌倒在地 然后一个转身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不要以为你有密法 将自己提升到和我一样的境界 学会了一上双飞 我就拿你没有办法 地上的张和看着萧尘狠狠地说道 圣剑浩天 他并指围剑摇指消沉 一柄璀璨的圣剑出现在先前 金色的光芒亮起 将天空照得大亮 四周都是金色的光芒 这 这是圣剑本源哪 这个时候 他居然将浩天武魂的本源用了出来 是啊 太危险了 要是圣剑断裂的 他这一生的修为就被毁了 从此成为一个废人 人群之中的惊呼再次响起 这张和居然要堵上自己的全身修为对抗萧尘 一上无双 明月如火 萧尘目光宁静地看着张和 斗圣之园缓缓地将这一上无双的第三招给模拟出来 天地异象再现 此刻的天空一片漆黑 一轮圆月再次缓缓地升级 可这圆月之中并没有那灵动的人影 只是高挂天空 华光四溢 对于没有出现的天外之人 萧尘心中明了 此刻的萧尘对剑道的领悟远远不够 这明月如火的剑招只能聚其形 不能聚其身 但是萧尘有自己的办法 斗圣之源是天下最强大的功伐之器 无人能挡 那么既然不能领悟剑中巧妙之处 那就取其绝尚威能 直接以利破巧 一刀定天下 萧尘一刀麾响 天空中的圆月缓缓落下 向着地面之上张和手中的耗天圣剑狠狠撞去 轰 圆月落在擂台之上 发出一声巨响 这一次的明月如火 比张和先前的那次还要强大不少 弱大的擂台被崩碎成无数的碎片 巨大的冲击波带着碎片向四周飙射而出 一些站得比较靠近的人群被碎石击在身上 立刻被震的气血翻涌 受了不小的内烧 当真是无望之灾啊 擂台之上尘埃飞舞灰尘密布 而那些远处的人群 根本看不到当中的具体情况 不由得心中大忌 好强大的明月如火 比张和施展的威力都要大 到处都是灰尘 到底谁赢了 虽然他们心中很想知道结果 但是害怕出什么意外 都不敢急于靠前 前面那些被碎石击伤的人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许久之后 当浓浓的尘埃终于散去之时 众人终于看清了擂台之上的情况 那个两米高的天山石所坐的擂台 已经不复存在 只剩下无数的乱石灵力 而地上的张和 已经不知生死地躺在地上 手中的成影剑 已经不见踪影 旁边站着的泪主 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沮丧 苦心经营的泪台就这么没了 虽然他可以拿到这场赌注的十分之一 作为抽成 但是远远比不上泪台损坏的损失啊 现场情况一目了然 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决斗是萧辰赢了 以中品武者境界 打败了中品武师张和 而这样的消息必将在墨河城中产生震撼 甚至在起子郡都会远远流传 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的萧辰 居然打败了张和 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而这一战也彻底为萧辰摆脱了墨河城废材的名声 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 一个不是天才已经出现了 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唯有一个人的眼神神色复杂地站在原地 这个人就是萧辰的大哥萧剑 此刻萧剑的手中拿着一枚内丹 那是七彩火焰蟒的内丹 是萧辰临走之时扔给他的 萧剑拿着内丹心中千般滋味 百感交集 他很想将这枚七彩火焰蟒的内丹扔掉 不想接受萧辰的失手 可是又实在舍不得 三日之后 萧府之中 阿少爷 大长老他又派人来叫你了 还是老样子帮你推掉吗 萧辰的院子里 宝儿轻声地问道 萧辰从修炼的状态中回复过来 心中苦笑了一下 不用催得这么急 三天已经催落十几次了 在内日决斗之后 萧辰虽然险胜战和 但当时吞原丹的药力时间也到了 很快药力就要反噬 他的心中担忧被人中途截杀 拿走成影剑之后 就立刻赶了回来 为了不让吞云丹的副作用 在体内留下隐患 这三天他没有出去 一直在炼化体内残留的吞云丹药力 而且那一战中 他也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实在不想被人打扰 便选择闭门谢客 直到此时他才彻底地将吞云丹的药力消化干净 只是那场战斗中领悟到的许多东西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参透 只能以后再说了 现在要是再不出去 那么大长老肯定会派人闯进来 想到这儿 萧尘对着门外说道 宝儿 你去通知医生 我很快就出去了 将衣衫整理了一番 心中思考了一些对付大长老的话 萧尘打开房门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向大长老的院中走去了 这一路之上 遇到了很多萧家子弟 每个人看到萧尘的眼神 都完全发生了变化 以前经常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 此刻再也没有听到 每个人都如表面一般 对萧尘抱着一颗敬畏之心 对于萧家这些年轻子弟的态度 萧尘向来都不太在意 他大步朝前走去 没多久就来到了萧强的院中 院中石桌之上 萧强和萧宇兰两人各坐一边 这萧宇兰还是那么漂亮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都能让人心动 萧尘表弟 人出名就耍起大牌了 连表姐都不肯见了 萧玉兰见萧尘过来 半真半假地也遇到 萧尘先向大长老行了一礼 然后才坐下 月兰表姐 对不起了 这几天我都在疗伤 实在不方便见人 萧玉兰见萧尘认真地道歉 便连忙说道 跟你说着玩的 大家都知道你在疗伤 一直到萧尘进来之后 萧强的目光就一直盯在萧尘的身上 没有离开过 此刻接过话题 二少爷 身体还有什么大碍吗 萧家的药房之中 七品药草还是有的 不要什么使劲 全部都自己扛着 萧家掌管七角山卖上百年之久 有几株七品药材 倒是不习惯 萧尘听后笑了笑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谢过大长老的心意 好啊 这我就放心了 两天之后的幽暗森林试炼 不用愁了 萧强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的话锋一转 二少爷 雷帝洞府之中 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可以详细地说一下吗 这萧尘突然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 别人的心中也许想不出原因来 可是萧尘却很容易就联想到雷帝洞府之上 萧尘听到此话脸色不变 他早就猜到大长老会这样问 他将月影刀放在桌上 这柄是雷帝当年的雷木剑 被我重新炼制成了玄阶魂兵 我在当中得到了雷帝的传承 萧尘的这番话半真半假 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破绽 接着又编了一套如何得到传承的过程 在听完之后 萧强算是相信了这个答案 萧强慎重地对萧尘说 二少爷 你得到雷帝传承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然的话 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萧家说不定会因此而大兴啊 雷帝这千年名声最大的武帝 在大陆之上的威名 可以说是流传极广 深入人心的 多少人对他的传承都梦寐以求 要是让他们知道 萧尘得到了雷帝传承 那么萧尘将会受到 没完没了的坠杀 此刻的萧玉兰 将桌上的月影刀拿到手中 她仔细观察起来 随后赞道 这刀啊 真是表弟的幸运之物 当初帮助我们逃出地洞 现在又帮表弟得到了雷帝传承 实施一把好刀 萧尘心中一笑 玉兰表姐 虽然在战斗天赋之上极高 但是心思还是如此单纯 如此强力的一名妖兵 她居然会用幸运两字来形容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然后从乾坤戒中拿出那柄成影剑 递给萧玉兰 玉兰表姐 当初你把那些月亮石全部让给我 现在我送你这柄成影剑作为补偿 萧玉兰闻音一笑 我可不敢要这柄剑 张家家主这几天来了好几次 都是想要赎回这柄剑 绝对不能让他们赎回去 到手的好东西 怎么可能让出去呢 萧尘说道 这柄成影剑的材料是由上好的寒铁筑成的 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一丝浩然之气 只是因为没有加入大量的月亮石 从而导致等级提不上去 实际上却是价值极高 老实说呀 萧尘将它送给萧玉兰 心中也是有一丝不舍 她将紫雷诀练到第二层之后 一直都想再练制一件护身法宝 可是因为缺少材料而不能实施 如果这柄剑不送给萧玉兰 她觉得应该可以练制出一件不错的法宝 如果这要是给张姐赎过去了 这就是在亏大了 萧玉兰见萧尘紧张的样子 婉颜一笑 一张翘脸如花 完全没有平时的冷若冰霜 你放心啦 父亲跟你的意思一样 到手的东西绝不放回去 只要是你送的东西 我就敢用 萧尘听到之后心中汗颜 玉兰表姐的性格 似乎有了很大的转变 也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那种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而且今天 还对自己开了两次玩笑 可悲剧的是 自己居然没有听出来 萧尘完全不知女孩子家家的心思 对人开玩笑 也是要看是什么人的 如果要是萧家的其他子弟 看见萧这这名 出了名的冰山美人 和萧尘聊得如此开心 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三人又聊了许久 关于幽暗三林试炼的事情 其中 萧强把自己当年试炼的经历 毫无保留地告诉两人 临走之时 却发生了一件 让萧尘意想不到的事情 大长老萧强 再次问起萧尘体内武魂的事情 而且这次还提出 要亲自查看的要求 这个要求 让萧尘心中 很久之前消失的疑虑 再次浮现出来 难道这青龙武魂 真的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